我建议各位慢慢就是把它备份下来 因为可能将来这一个空间 我慢慢可能也许会整理 那哪一天可能会把它关起来 也说不定 关起来你再提出 有个叫Request Access 如果我知道是你们我也会开启 只是说可能有一段时间会整理 所以将来请各位自行备份一下 里面的话当然 我觉得我放了蛮多东西上去 只是说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空的时候逛一下 因为这里面的话等于是7-11 你半夜睡不着觉 你也可以上来看上课讲义 讲义上面都有 所以这边我们讲的东西上面都有 我在那边放一个讲义 讲义里面的话 不外乎就是说我们这门课里面该讲的东西 它是一个PDF档 还有就是说上课用书等等的 这个好像前跟各位讲过 怎么设定 这篇蛮详细的 然后从Hello World开始 所以如果说你有些地方已经忘记的话 回头 不过我建议你如果说手边没有比较好的参考书的话 你可以把它印下来 慢慢再看 把我们上课东西再补上去 有些可能新的 比如说像这个画面 还熟悉吧 怎么做出来了 还有印象 所以这边有些流程 你可以把它当成什么 当成你们将来 如果有些遗漏的 你可以拿来参考 然后也许我们这课程虽然结束了 不过你会发现 我们这课程其实非常的花时间 你如果没有花时间的话 要把这个东西学会 还真的很困难 因为要学一半的也没学一样 所以 可能要找个时间 而且下下礼拜 你就要教一点东西 主要是要希望你们回锅 把前面讲过的 再做一下 里面的话 其实我们说真的 我也不敢说教了很多东西 但基本的 最重要的 那些常用的元件 至少应该都有用到 包含按钮 包含填东西 AD test 包含下拉的spinner 还有ListerView 另外还有放图的 放图有三个范例 对不对 反正这些东西兜一兜 其实就可以弄一个简单的app出来 相关的范例 比如说像我们前面讲的BMI 我讲过 你也可以从网路上面参考别的东西 做一个简单 大家都会需要用到的一个计算功能 像我刚刚提到计算利率也是 或者其他的 反正你就可以针对 你可能想到的 大家也许都会用到的 然后再去设计一个简单的app出来 上个礼拜是有讲到 有关资料怎么储存 有两个简单的 一个是小量资料的 也可以放在share preferences里面 比如说我是谁那个范例 然后姓名 电话 地址 如果关掉的时候 他必须把它存起来 当然你这个时候存哪里比较简单呢 如果你存资料库 说真的 杀鸡用牛刀 而且资料库各位也知道 好麻烦 你还要怎么 先create一个SQLite的database 然后还要建立一个table 然后还要建立栏位 然后再把资料insert进去 那很麻烦 所以用什么 share preferences就很简单了 一个key一个value 就第一个第二个第一个第二个第一个第二个第一个 就是反正就对应一下 当什么呢 生命周期是on stop的时候把它存起来 当on create的时候把它叫出来 应该有印象吧 上个礼拜的东西 另外的话呢 如果你用那个资料库 当然不外乎一定就是像那个什么 这种济世 比如说我今天 主要功能就是查询 把旧的资料查出来 那查出来的话呢 当然这里下的话 我们可以 比如说在这边的话 打一个几个字 add 新增 对不对 然后呢 再来 新增第二个 修改的话就点它一下 它资料就过来 这两个可以启动 然后把这个怎么样 改一下 按一个update 它就update了 那如果它删除的话呢 就把它delete成 那这个范例 其实基本上 database的最主要的几个功能 都用上了 只是说你将来如果用到资料库 可以把这个当成是一个基本的sample 你如果要把它查出来 放到liservue 这边都有 然后要把它新增一笔 这边也都有 insert into 然后还有update delete 这个都蛮完整的 不过 有点难度 这个题目呢 也是证照考试的题目 所以 如果你想要去 拿一张 这相关的证照的话 可以把这一题 稍微做熟一点 不过 这一题考试 它不是说全部叫你key 它是填空题 所以你将来只要知道说 哪些是没有的 你把它填上去就好了 主要有就是那个 像如何insert 如何新增 如何update 如何delete 那里面的话可能那个什么content value 有没有 新增的时候不是要建一个content value 类别 那个可能要自己建 它主要是考你这些观念 ok 那今天的话呢 我想我们继续接着来看好了 因为这个是我们额外补充的 放在哪里呢 放在那个云端白板里面的那个最下面证照 所以我们讲了几题 当然有些没有讲到的 像这个是bmi的 还有像小量资料 还有像那个seqlite的都在这里 所以你直接可以打开来看 里面大概都要做哪些程式码 然后最后的完成的程式码在这里 完整的翻例在这里 所以你可以把它直接打开来看 那除了这几题之外 如果各位有时间的话 这个大概就参考题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做出一个什么 做出一个那个 这个电费计算机 这个102题 它就是提供给你一个空白画面 要你把这些通通放进来 比如说我今天 可以给一个什么 福特 就是一个spinner 放一个spinner 这个 然后多少安培 每天多少 用一度电多少的时候 按下去每个月 多少钱要帮它计算出来 这样的话你可以帮它做省电 甚至可以帮它分析 像冷气我发现 像前一阵子在看冷气的时候 比如说什么EER 很多时候很多人搞不清楚 如果有个EER 然后你把它填上去 EER多少 然后它每天开多少 相差多少钱 比如说EER有最低好像2点多 有的高到6点多 那这之间如果假设每天 它有一些变数 比如说像什么室外温度 相差多少 假设有一些变因把它加进来 按下去告诉它说 如果你买这一台跟买这一台 最省电的跟最耗电的 也不要一个月 一年相差多少电费 哇应该我好像试算过 哇差蛮多的 尤其现在夏季电费 越贵 有没有 一度五块钱的话 大概一年可以差到几千块 一定是有的 对不对 应该有吧 因为市民是专家 我是班门弄斧 我只是大概四串 也有发现 哇不得了 所以 尤其现在电费涨了 所以更要买 所以后来 我就看了一下 那个最省电的 EER 我买了 后来挑了最省电的 看日历跟国际 后来看国际 因为它多补助2千块 后来我就买那个 多补助2千块 买来真的 哇 感觉它已经不是一台冷气了 它是一个 它叫什么 因为你几乎听不到它的声音 我都很贴近 它比电风扇的声音 因为我电风扇 我还买那种DC的 就是 DC已经很小声了 你这么听不到 那个冷气的声音 另外呢 它的那个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空调 它就是 比如说你设定多少 它就是让你多少度 然后你几乎 像以前 如果是窗型的 哇 一定都知道 窗型的在运转 为什么 因为一定那个压缩机的声音 它那个几乎都听不到声音 而且算一下 好像蛮省的 听说好像网路上 我看那个有人 蛮热心的 不是无聊 就是 它会买一个测 测那个 就是 瞬间的耗电量 它那瞬间耗电量 大概只有几百多瓦而已 吧 甚至可以滴到 大概一百 一百多瓦 实际上 就跟厨师机 好像差不了多少了 不是 大概一定分 而且是变频的 是 应该是 因为变频的应该 它都不是全速运转吧 它如果已经达到 那个工作温度了 然后它就会一直 就会最低频的在运转 应该我的理解没错吧 对 所以如果空间 只要不要说是open的 就是不要让冷气一直跑 然后它工作温度达到之后 它好像就是 就是持续就一直很低的 所以算下来 好像不会像以前 那个瞬间 都是一千瓦以上的吧 应该是这样理解吧 对所以 相关的东西 对啊 如果像市民 八百多瓦 小型的嘛 可是我看它有人去测 哇 那个 大概一两百瓦而已 两百多瓦还可以吗 真的吗 一百 一百瓦 对 一百瓦代表你要进门三瓦 哦 因为你不要进去 基本都不能一百瓦 对啊 两百瓦 可是两百瓦也还算省电啊 两百 如果两百多瓦 如果这样算下来的话 对 顶多是比电风扇稍微在 耗电一些些了啊 那是要有条件吗 哦 就是整个 你要 清理好 然后 准不能是开放空间 ok 所以这个是顶的 也不能是顶的哦 那个 要有条件是 不是每个地方 是什么 那要降频有条件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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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不是很够啦 所以请各位 好 有时间 自己就玩玩看 那 呃 理论上 这个东西都有啦 如果程式码哦 我是还没放上去啊 如果有需要同学跟我讲一下 我再把那个程式码贴上来 里面的话 就是大概就是几个嘛 一个是 那个那个什么 多过语系的哦 顺党跟那个界面 有没有啊 跟一个那个 最后的那个程式嘛 对不对 我大概每次都加这三个 你把它贴贴贴 就可以出来了 实际上你们要学会的哦 也是类似这样 不过不是只有贴啦 你不要每次都贴啊 现在是你要写东西没有怎么贴 那当然也要学会改 如果改啦 其实我觉得你们要学会的应该 可能改跟debug可能会更需要 因为可能有同学贴上去 啊bug就出来了 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这个 那个抽屋码那边 那种你放得写抽屋码 他其实不是 等一下我会讲一下好了 就是如果你要debug的话 该怎么debug 教会debug的方法 因为书里面也没太特别讲 那我自己也我自己也一套 而且有些工具哦 什么debug好像要自己串 因为我以前java就这样串 发现anj也是一样 后来那个php 有没有啊 像网路上哦 我真的要找还找不到人 怎么怎么怎么设定 后来我自己 自己用图方法 自己设好 哎呦 php也可以debug了 好 啊怎么做 等一下会讲一下好了 好 OK 那实际上这些东西 如果你们有需要再跟我说啦 最好是自己做做看 那总共的话 这边会有这么多题 总共会有大概9题左右 那后面的话呢 302这个 这个跟简讯比较有关系 也就是说 今天 假如说我要接收外部的简讯 这个这个题目很简单 就是外部有个简讯进来 他接收到之后 就自动切到下一个页面 就是一个activity 然后把那个activity叫出来 里面有个imageview 把它秀出来 大概就这样 其实就考什么 你会不会接收外部的简讯 并且触发之后 把控制权 转移给另外一个activity 大概就这样子 所以怎么做 其实程式没有很多啦 但是这边可能要设定那个manifest 等等 那还有就是说 这个也是一样 简讯 这个好像是有关308 这个有点 这个是 这个应该是 那个什么 那个地图的部分 地图部分 就是google地图部分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再花一点时间把这边稍微了解一下 这个是跟证照有关系的 那当然我们时间没有那么多 没办法每一题 具细迷的讲 所以我们前面有介绍了三题 请各位可以花一点时间再了解 那今天的话呢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 seqlite的资料库部分 除错的话 因为刚刚同学有提到 如何在这个android里面除错 所以等一下我再找一些范例来跟各位解释一下 那seqlite的资料库 其实有点难度 所以我们再补充一下 这边的话有一个seqlite1 seqlite2 那我们把那个好了 我这边有一个seqlite2的范例 转换成那个乘语的 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等一下来看好了 那里面包含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希望 做出类似像这样的效果 你们等一下可以稍微看一下 这个seqlite部分 乘语的话 比如说我今天要做一个 很简单 我希望能够输入一个关键字 按下查询 他就可以帮我把 比如说哪些成语里面 有关龙这个字帮我列出来 这个很简单吧 所以以后 如果你有一个大量资料 你怎么样放到seqlite里面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如果让人家做一个简易版的 有点像那个关键字查询系统 这个等一下再来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